又是我們 浦樹食鹽室 今天我們和大家一起做哄文曲奇 有 食得的啦 和這個 用來洗澡 不食得的 其實Eric和Winnie都喜歡研究食物色彩 他們主要在盛食裏抽取天然色素 例如煮過大盛小的紅菜頭 將它切片、磨熔 然後五碗水煮成兩碗水 就是精華了 很多盛菜的顏色都很繽紛 像這些番茄餅一樣 橙色的是甘筍 粉紅色是火龍果皮 綠色是菠菜或奇異果 啡色就是咖啡渣 做番茄要先做番茄餅 材料包括哥士滴 水、豆渣、椰子油、橄欖油、米糠 混在一起就會變成番茄餅 將番茄餅打碎、搓到軟綿綿 加上磨好的火龍果汁 反覆煮多幾次讓它變成紅色 加多一些雲呢拿香油 放入冰箱 拿出來之後 我們要搓一些白色的番茄團 貼上去 加入幸運紙條 對摺 將它掛在杯上一壓 就定型了 肚餓呀 那做蔬菜汁的幸運曲奇 首先倒入油 加上糖 拌勻之後加入一隻蛋白 將所有東西都拌勻 低筋麵粉拌勻之後 放下去再拌勻 其實跟平時做曲奇沒什麼分別 然後這個顏色是我們用紅菜頭去做出來的 然後將顏色一滴滴滴上餅 然後用一支針一口氣滑上去 如果家裡只有微波爐 都可以將它調教到中火 大約500-600W 大約90秒就完成了 趁它更熱馬上放在杯上定型 搞定